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一博在成名之前就以他为榜样 一直学习着摩托车 在追赶着偶像的脚步 所以对偶像兼朋友的罗西的生日的话是非常关注的 但是呢不知道是不是王一博最近太忙了 他忘记了罗西的生日了 直到第二天凌晨的时候才想起偶像的生日刚好过了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相信很多追星女孩其实也有相同的感受 就是觉得偶像生日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想要晚点腾出一大片的时间来想着如何给偶像庆生 结果到后来呢因为别的事情忘记了偶像生日 事后呢就懊悔不努力呢 王一博也是一样的 也许是因为忙吧 行程呢排的满满当当的 忘记了罗西的生日 那只能在第二天给偶像补一个生日了 这不王一博就在网上发文 再送罗西一个生日祝福 还附上了偶像的两张超精美的现场照片 王一博也是有心了呢 只不过呢王一博的语气却让大家哭笑不得 这懊悔的语气和追星王一博的粉丝太像了 简直就是追星族的本人 完蛋 罗西生日我没有发微博 现在补一个祝贺王42岁生日快乐 王一博的这道文案满满都是后悔 就差把奥回写在脸上了呢 看到出来他确实是很气 自己没有准时的发博给偶像庆生 就感觉和错过了王一博生日的 王一博粉丝的心情一模一样 而许多粉丝在得知王一博 给他的偶像罗西庆生之后 纷纷文选赶来 也被王一博的语气逗笑了 错过偶像生日还在凌晨补一个 很有追星人追求的仪式感咯 其实呢很多人都知道 老大追星呢都是想要给偶像一个 送一个与众不同的祝福嘛 让自己的心中多一份仪式感 只是没想到王一博也是这样做的 生日错过了没有关系啊 但是要在第一时间补上不能漏了 然后还要补上两张好图 做法也是绝了 不得不说王一博还是很感性的 追星罗西都追出了仪式感 是为非常有魅力的顶级艺人 虽然平时也很难 但是也要追星哦 感觉这个大部分的追星女孩 是一样的想法呢 平时大家有什么工作或者是要学习 但是追星呢也不会落下 会像王一博一样以偶像为动力 努力的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这样的偶像才是真正的优质偶像呀 你对于王一博给偶像补生日祝福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一起讨论哦 吃瓜不甜欲乐不断 感谢您关注 缤分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